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今天又透過汽車影片 來跟大家聊聊當年的經典車 不過我們先跟各位講 這台車談不上當年 因為這台車非常新 這台車離我們拍片的現在可能才一年多而已 這個車子應該還沒滿兩歲 這是我們極少數帶來這麼新的車子的介紹影片 當然我還是跟各位重申 小弟我這個人對新車沒什麼研究 所以這台車子其實我做了很多功課 但是我能夠介紹的很有限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我很喜歡這個車的車系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買到這個車子來玩一玩 但是因為小弟我這個錢賺的不夠多了 這個也沒有脫退胎 所以這個車子我這輩子玩不玩得到 我還是非常的懷疑 但是這台車真的我覺得值得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因為我接觸到這台車之後呢 讓我對這台車徹底的改觀 對這個品牌的車子徹底改觀 這個車子的配備動態表現什麼 真的是蠻厲害的 真的是有它一套 不枉我這麼喜歡這台車了 那今天這台車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坐在這個後座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我們在後座開場 表示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一台豪華的車子 如果在前座開場呢 可能是講一台這個配備五光石色的車子 這台車到底是什麼車子呢 好我們先來跟各位看一下它的後座 這個後座各位可以看到 中央輔助手非常大一個 然後旁邊配的是這個菱格的座椅 類跑車的座椅 這個後座中間當然你要坐活人的話 會比較不太舒服啦 不過呢這個後座的打下來之後呢 中央的這些控制面板呢 五光石色 它原廠有標榜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除了它這邊可以觸控螢幕以外呢 它這個還可以拿起來 可以這樣子隨身這樣子操縱後面的各種娛樂設施啦 冷氣啊什麼的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這東西重看不重 為什麼 其實這東西還蠻重的 我就很怕這個東西拿一下 你要掉到地上去 這個就傷腦筋就大冷汗啦 尤其什麼 你後座如果帶小朋友的話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鎖起來 如果帶小朋友 小朋友神經病 把你這個挖起來的話 你就超級麻煩 把你帶下車啦 把你拿去回家打電動啊什麼的 超級麻煩 但是對於成年來講 我也覺得這東西不是很實用 你說你在車子裡面的空間 你要怎麼樣去操作這個東西 還需要把它拿著跑呢 而且拿著這樣跑 要不小心掉到地上了 不小心帶出車外了怎麼辦呢 這也是個問題 那它這個後面當然中央扶手什麼的 空間還算不錯啦 這些該有的電動座椅調整開關都有 那還有後面這邊是冷氣出風口 甚至呢它的B柱這邊也有冷氣出風口 然後下面這邊有兩個點檢器的開關 但是可以改成這個USB的插座 而且呢 它的內裝啊 這個車頂 不好意思 我的螢幕特別乾淨 鏡頭特別乾淨喔 這是完全是幾皮的 幾皮的 所以這是一台高級車 那後座的軸距 不是軸距 就是後座的空間還算是不錯 各位這個還是一台短軸的車型喔 它長座車型到底後座會大到什麼程度呢 那我覺得應該是很很可觀啊 那各位這樣看 知道這台車是什麼車了嗎 好我們把鏡頭帶到中控台的面板 沒錯 這是一台AUD AUD 我們常說的1A2B的AUD 這是一台AUD的旗艦車 AUD A8 而且是目前我們影片拍攝當下 它算是新款 這個是D5 就是嚴格講起來算是第四代A8 也可以說第五代啦 之所以叫做D5很簡單嘛 它最早叫做D1 那D1是什麼東西呢 D1就是V8 AUD V8 後來叫A8的時候就改成叫D2 然後D3 D3是什麼 就是有大嘴的這個A8 D4就是大嘴的 算是外型還是延續大嘴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D5 其實A8這個車子 我從它一開始喔 不是V8喔 是ASF這個概念車的時候呢 我就很喜歡這個車子 超級喜歡這個車子喔 那 沒想到我竟然有朝一日可以接觸到A8這個車 而且這台還不是A8 這台是什麼東西呢 我相信聰明的你已經發現了 這台不是一台普通的A8 好這台車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趕緊帶到外面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台車的爐山真面目 當然炫耀一下喔 不好意思重來 重來 嘿 吸門 這個東西有吸門 是的 既然已經是到A8等級了 它這個車當然有吸門 而且剛剛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懸吊變高了 這是它標榜的所謂的AI自動人工智慧型的懸吊 你看它這個慢慢慢慢降下來了 慢慢降下來了 好 慢慢降慢慢降 那我們現在呢 我現在把鏡頭拉到後面 我現在開一下車門 有沒有看到 馬上就升起來了 它升起來是 急速的升起來 然後在關門之後呢 它會緩緩的下降 它會過了一段時間再慢慢的下降 讓你不會感受到這些 降下來的這個感受 它現在還沒開始下降 畢竟這個車不是我的 這個車子我買不起 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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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它還會感測說 如果它這台車子號稱有二十幾個Sensor 如果它感知到側面即將發生碰撞 有東西即將要靠近 急速靠近的時候 它還會把要靠近這一側的懸吊把它升到最高 據說這樣子有效可以防護這個胸腔的碰撞 好像百分之五十吧 我也不知道數據怎麼來的 那另外就是說它在過彎啊什麼的 當然它就有所謂的水平車身控制系統啊 這些有點類似像 那個什麼Magic Body Control 類似像這些東西 我也不知道奧迪叫什麼名稱 畢竟新車我真的是比較不大了解 不過各位看到 這台車子呢 第一個它這邊沒有什麼Logo 第二個它的後置鏡是 這個應該是拋光了 好像拋光鋁合金的 所以這台車不是A8 這台車是什麼呢 各位看到它車頭 它有個小小Logo 這台車子是S8 也就是A8的性能版 當然你說那上去有沒有RS8 目前是沒有 未來會不會有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上去應該就是所謂的R8了吧 這是呢 最新世代了 當然現在已經小改了 這是小改前呢 D5的頂級車型S8 當然你要說頂級車型 要說性能版本S8 再上去當然還有所謂的W12 台灣因為沒有賣W12 所以當時S8呢 應該是台灣最頂級的Audi的轎車 其實呢 在它的外觀上 學問 因為新車我真的不是很懂 就我了解的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個 這代的Audi的A8 它一樣有所謂的矩陣 LED加雷射的頭燈 那這一代呢 還多了什麼呢 在D4的時候 它有所謂的閃避的作用 就是說它當年原廠的廣告就是 有一個老先生在騎腳踏車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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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後面一台Audi的A8 在它後面打了燈光 結果還幫它照射到它前面的道路 哇 這個老先生非常的開心 那這一代除了可以閃避前面的車子 繼續補光以外呢 這一代還多了各種自動化的調整 這個具體的東西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這車不是我的 那車主有演示給我看了 真的晚上在開高速公路真的還蠻炫的 前面如果有車子或是進到彎道 它會自動改變它的光型光速 在小改款之後 D5.5的時候它還會跳舞 它還會有這個什麼 類似像頭影片換燈配那種方式 在地上打那種燈型相當的炫 尾燈也是一樣 尾燈它也可以做什麼波浪設定啊 什麼那種什麼光圈的舞蹈啊 什麼非常的炫 實用性怎麼樣我是不知道 但至少看了 還算是蠻有看頭蠻有意思的 再來一個 這一代的車頭呢 一樣是延續所謂的大嘴 我們剛剛各位講過 D3開始 奧迪進入大嘴世代 但是如果你對奧迪有研究 會發現不對 D2一開始的A8並不是大嘴 這個話講的一半對一半錯 為什麼 的確在一般版一開始 D2的A8不是大嘴的設計 但是 不是D2啦 D3不是大嘴的設計 可是D3的W12率先推出大嘴 也就是說呢 D3在第一次小改的時候呢 全車系變成W12的大嘴 家族化的設計 那在小改之前呢 非W12的車型還是做比較平順 比較樸素的造型 那麼到了D4的時候呢 D4的大嘴呢 就變得更加的誇張了 那到D5呢 它大嘴開始往外擴 各位其實你仔細回想一下 最早的Audi的大嘴呢 它是四角形 而且它是 上面高下面低 塑造一個 一個 那個行李 引擎蓋收斂的一個形象 那麼到了D5呢 它為了要增加它的霸氣 所以它把整個水箱 造中網的面積整個往外擴 變成一個六角形的 其實在D4 D4就已經是六角形了 只是D4的六角形 它沒有拉的那麼外 D4的六角形 拉到這邊 大概就往下收了 D5之後就變得很大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Benz BMW現在的水箱造中網 也都做了很大 一方面他們是說 現在的潮流最重要是什麼 散熱 各位 現在車子動不動都是渦輪增壓 都是幾百匹馬力的引擎 這個引擎室都是塞的滿滿滿的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進氣 沒有加大這進氣的空間的話 很容易散熱不良 而且Audi 我記得好像在D3開始 它就標榜 它的引擎室是全封閉的引擎室 就是說它引擎室下面 你沒辦法看到 你開引擎蓋之後呢 你是沒辦法直接看到地面 它是完全包覆式的 它這樣好處是說 它可以隔音 可以保暖 壞處是什麼 它的散熱要繼續去加強 所以你各位可以發現 未來的車子 除非都已經變成電動車了 如果還是這種汽油引擎 而且馬力這麼大的話 這個前面的中網水箱造 一定會拉得更大 這是我所了解 這台車可以跟各位講外觀的學問 那當然原廠它有很多什麼名詞 它的這個線條 類Coupe的車型 薰黑的B柱 還有這個C柱動感的三角窗 這些學問我是比較不大清楚 那在尾燈的部分 第一代A8 D2的A8 它的尾燈比較樸素 就是一個四四方方 類似像奧迪80 90 奧迪C4 100的造型 到了D3 它的尾燈面積拉大 D4的尾燈面積開始縮小 到了D5 這個尾燈的面積呢 說得更小 我不得不說啦 雖然這個尾燈的面積符合 Audi的家族臉的臉孔 但是這個配在一台 A8用等級的高級車 有點太小價值器 而且呢 這一代的D5的 Audi的車系 還是有個老問題 就是 從A1到A8 車頭長得很像 那車尾呢 也長得很像 當然A1是先輩啦 就是說 從A3的轎車一直到A8 我們外觀這樣子看 免然的話叫做熊熊啦 就是乍看之下呢 你看不出來這是一台 A6還是A8還是A4還是A3 就是Audi現在的一個問題 當然你說現在賓士我們這個問題 也有啦 現在賓士的 Benz的E-Class C-Class S-Class外型還不是長那個樣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把整個家族路線 改得這麼的像 當然 原廠有他們原廠設計的思維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其實 Audi這個車子 在台灣一直以來 對我 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這個車我不敢碰 為什麼 我會覺得這個車子 好像很貴 然後呢 好像維修很麻煩 好像它的耐用度不是很好 但其實呢 我接觸到這台 Audi S8的時候 我發現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啦 坦白說啦 真的沒有那麼恐怖 當然 可能是因為我 也養不起這個車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 這個 隨便講一講 當然也不是隨便講一講 這是車主跟我分享 他的養車的一個狀況 那我這樣看了一下 他的各項養車的單據的 一些資料啊 一些數字啊 什麼的 的確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 而且呢 車主也是一直誇誇說 這個車子 他的Quattro系統啊 讓他的車子很服貼在道路 他的動態表現呢 其實比雙B來得更加的優異 甚至他們 一些開過Audi的人啊 真的是回不去了 買了之後 這個再去買BMW 什麼7系列啦 Benz S-Class 都覺得開起來 不過也不順暢 回頭還是再買一個Audi 但是呢 相對的 台灣的Audi這幾年的品牌的聲勢 是比較弱 相對比較弱啦 沒有像雙B那麼的強勢 而且甚至連Lexus 可能都還 不是可能 連Lexus都還比他強 可是在一海之隔的中國大陸呢 Audi長期以來是觀車的形象 像我當年 我十年前在大陸混了三年 那時候觀車都是所謂的Audi 再怎麼樣 我們在那邊做生意的人 當然不是我啦 就是在那邊做生意的人 你平常出路可以開 Benz BMW 可是呢 你還是要買一台Audi 怎麼樣 好辦事 當年是這樣 當你現在去看 他們這些領導高層在開會 很多都是做這個 紅旗啊 這一類的 這個大陸製作品牌 但是呢 Audi A8 A6 還是占了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比例 這是 我們回來台灣之後呢 我們很大的一個感觸就是 的確台灣的Audi還有別克 這個能力度相當的低 可是在大陸這車子真的是 滿大街的 這個車子在大陸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大陸混亂說那時候好像D4 還有C7的A6剛出來 到處都是 真的到處都是 你在台灣喔 這個A8 不要說A8啦 A6 A8 A7 這個都是稀有車 Q7 也算是稀有車 所以呢 不得不說 這個車子在台灣呢 算是被 被 被埋沒的一台車子 而且呢 真的體會到這台車 這樣 車主也帶我們去 跑一跑啊 去玩一玩轉一轉 這個車動態的表現 真的是可圈可點 讓我非常的驚訝 我印象中的Audi就是 OK 它可能A4的運動性可能很好 它可能操控反應很棒 但是呢 這一台它從事兼具了 大車該有的豪華舒適 這個什麼寧靜啊 隔音啊 這個車身水平啊 穩定性什麼 真的都很棒 然後加速呢 力道很強喔 這個油門全踩的時候 真的人你會被 埋進去你的椅子裡面 當然啦 不得不說一句可惜的話 Audi S8最早第一代呢 它是跟A8 4.2一樣的引擎 但是它馬力從300P調到360 第二代呢 變成了V10 就是Galado R8那顆引擎 這個比較爽 第三代開始就說D4開始呢 跟這代D5呢 就變成3.0 應該是4.0雙渦輪增藥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就變成V8了啦 但是呢 力道還是夠啊 只是科技的成分沒有那麼夠 但是我們實際開起來發現喔 其實用V8的好處是什麼 配重比較好 V10的配重沒有那麼的理想 當然V10那個聲量是讓人家 這個過目難忘啦 過耳難忘 應該是這麼講喔 那麼這台車子呢 內部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因為新車我真的不太懂啊 我就直接就我感觸到了 跟各位講喔 首先因為它是S8 所以它的配備跟A8 還是有點不同喔 這個我們剛剛講這個座椅 呃 不是座椅 天花板裡面呢 它是用這個基皮的 然後這個門板也是用基皮的 還有這個座椅呢 是S-Line的座椅喔 這邊有個S 所以它有配所謂的凌格紋 那比較奇特的是喔 這台車竟然是個S8 但是它的方向盤 並不是所謂的跑車這種 方底的這種造型 那它只是好像多了這個S 但是我覺得這個握感還不錯 而且它這個口徑 這個這個直徑好像 呃這個握柄的這個直徑 好像有稍微小了一點 那至於它內裝當然走 所謂全虛擬數位的儀錶板啊 很炫啊 那這邊也有兩個螢幕啊 可以好像可以觸控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手勢 Gasture 我就不是很確定了 那比較好玩的是喔 它這一代也標榜所謂的隱藏式的出風口 但是呢它不是全隱藏 它是半隱藏的喔 如果你有開過Fayton這個車子 福斯的這個高級車Fayton 你就會發現 福斯的Fayton當然也是標榜說 哎呀我們的冷氣呢 不是直接吹風喔 除非你要用強冷 它才會開起來 不然呢它冷氣出風會降下來 我告訴你那個東西會壞掉 我接觸過好幾台Fayton 那個東西都壞掉 壞掉之後呢不好意思 你的風再怎麼吹 就是 一直叫 然後你吹不到風 你熱死了 那這個時候的奧迪 應該它的工程師有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呢它下面還是留了一點風 哪天如果這個東西不表現故障的話 其實你裡面還不會到很悶啊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這個東西壞掉 我們希望它有提升它的這個 這個耐用的這個黏線喔 好我們把這車門先關起來喔 那麼這一代呢它也取消了所謂的太陽能天窗 太陽能天窗是從第一代的D2的A8就開始有了 D3 D4 D4應該也有 D4不知道有沒有 D5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太陽能天窗 我覺得太陽能天窗真的是一種花而不死的東西 你就多一個東西可以壞而已啊 當然根據用過的人他們都說好 可是我們可能是因為我們比較窮 我們會比較重視這種花費的開銷 我覺得這一代取消這東西是好的 另外一個是說這一代呢 它在我們剛剛講 A8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概念車ASF 它是標榜全鋁合金的車身 但是到了D4開始 它已經開始用複合材質 所以這一代已經不是完全的鋁合金車身 所以這代的車重有變得比較重 但是相對的 它的抗扭曲性什麼 還是有做相當的提升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它的造車成本啊 如果你用全鋁這樣一直造下去 喔那個成本真的是高的不得了 這個可能也是一些coast down的一些考量 但是我們實際在開銷說 雖然車子變重了 但是馬力也變大了 這台車好像600多匹啊 距離600多匹 我是沒有去計 但是動態的讓人家感覺不出來 這是一台這麼大的一台車 我必須坦白講 它的動態反應真的是可圈可點 當然我們因為安全的關係 所以我們拍汽車健康影片 基本上我們不會邊開邊拍 我們都是靜態的跟大家用嘴巴講 讓大家享受一下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好這邊這個手把 我覺得這個手把不太符合人體工學 它手把是反的 所以常常在開的時候會用力過猛 你真的要一段時間去習慣 我們還是比較習慣往下 這樣子比較符合我們手腕的人體工學 這台車子它是S8 那台灣沒有進S8L S8L好像只有美國跟大陸市場才有這個東西 後座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豪華配備 像這個腿部空間 我覺得短軸的腿部空間已經蠻不錯了 可是很奇特的是 你知道S8應該是滿配啊 結果它沒有後面的螢幕 這個要選配 然後還有這個A8L 有所謂的這個什麼 後座的腳底按摩 這個S8好像不能選配 短座的好像不能選配 要長座才能選配 那我也問車主啊 為什麼它不選配後座的這個螢幕呢 他說 因為它上一台是D4的A8 有後座螢幕 結果都被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呢 當作後座的扶手 這樣子攀爬 他覺得這樣看起來很礙眼 他沒有料到D5的後面的螢幕 兩個螢幕是可以取下來的 他說早知道可以取下來 那就可以選配一下 要再接老先生老太太呢 就把這個螢幕把它給取下來 這樣子呢 平常小朋友坐在後面 也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那老先生老太太上來 也不會把這當扶手 算是一舉兩得啦 所以其實講白了 我們剛剛說 Audi這個車子給我一直以來的印象就是 OK這個車可能科技很夠 但是可能養車很困難 那我們這個車主呢 是怎麼樣去 願意接受Audi這個車呢 最早他們也是覺得Audi這個車好像不大好 有一些刻板印象 那受到什麼影響呢 不得不說 這個叫做動態行銷 什麼叫動態行銷呢 就是看了好萊塢店啊 玩命快遞 台灣翻譯家玩命快遞 這個英文叫做The Transporter 那個傑森、史塔森 開了這個Audi上山下海什麼的 他們覺得Audi這個車好帥喔 然後就去展示間看車 那麼看了車之後 覺得這個車也不錯 而且還有啦 在台灣買Audi 這個優惠折扣重優啊 這個優惠非常的大 所以呢 談一談優惠 馬上就下定了 於是呢 就換了一台這個D4的A8 那麼開了之後呢 覺得這個車真的是不錯 於是呢 後來又再換了一台 我們現在眼睛看到這一台 D5的S8 一直開到現在 雖然說時間沒有說很長 但是也對這台車戰不久 而且他也跟我講 這個車子呢 這個能夠開就盡量開 開到天荒地牢 他也不想要換掉 因為這個車真的是太棒了 他去開所謂的S-Class BMW 這些同級車來講 他覺得 車主覺得動態的表現差太多 當然我們必須強調 動態表現什麼的 因人而異啦 這個每個人感受都不同啦 不一定說 他一定說已經比較好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覺得 Audi A8的動態不如BMW 770不如S-Class 這種意見一定是有 但是以我自己體驗起來 這個車動態表現 真的是出乎意料 我覺得如果你對Audi這個動態表現呢 你覺得有懷疑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去展現試試看車子 你真的會大開眼界 像我前一陣子 我車友要買車的時候 我去試了一下Audi A4 我也是很嚇一跳 哇賽 為什麼Audi可以做前置引擎 而且是橫置的 然後前輪驅動的車子 這開起來這個前方的穩定性 真的是不簡單 真的是厲害 這個所以我覺得 很多事情啊 百聞不如一見 相見不如懷念 相見不如懷念 這句話多的 你實際上去測試一下 你就會發覺 真的是會讓你大開眼界 哇這個車真是厲害 那麼這一代呢 在大陸市場 還曾經推出過超級豪華版本 就是所謂的Horge 那個好像後面還有餐桌 什麼的 但是Horge這個版本 好像後來在大陸也不了了之 這個當時台灣有些車友在討論說 台灣可不可以進Horge 或是美國朋友在討論 怎麼Horge 後來這個車子就雷大有點小 配備有更好 但是價格據說非常非常貴 所以在大陸聽說也賣得不是很好 那我們車友有想要把它 從大陸弄進來呢 因為一些認證上的一些問題 也始終 我們也沒有在大陸以外的地方 看過Horge這個車 甚至我大陸的車友 好像也沒看過Horge這個車子 那關於Horge這個車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 我這邊不大清楚 我這邊資料不是很夠 那只是附帶跟大家講一下說 因為我覺得這台S8 它畢竟是前座買家 它後座的配備真的沒有很豐富 可能真的要到這個A8 汽油版的頂級的A8L 它後座配備可能會更加豐富 但是以我自己這種事情小百姓來講 我覺得這個後座已經很爽很舒服了 所以我也不敢去奢求說 到時候Horge會有什麼 這個會更希望去玩到Horge什麼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不敢恭維 而且呢 還有一點 我們非常感謝今天提供我們車輛這個壞朋友 聽說這個S8這台車子 在台灣D5的這個各位數而已 那後期的好像不到5台 一隻手就算得出來 前期好像也大概就10台以內 那麼D4稍微多了一點 D3就比較少 D2的話好像也是一隻手算得完 這個車真的是非常非常稀有 那我們也是非常難得有這個機會 可以接觸到這台車子 還是要跟這個車主說聲謝謝 當然跟他鼓掌一下 跟他拍馬屁一下 希望他以後還可以提供我們更多更有趣的車子 好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 這台車子 它的一些故事 尤其A8這個車是我非常喜歡的車子 但是以我的財力以我的能力 不要說新車了 中古的A8我可能也養不起也可能也玩不起 所以希望呢 這個以後我可以發達 可以真的一圓自己的A8夢 但是非常感謝我們這車友 提早讓我接觸到這台A8 不是A8 S8 讓我對Audi這個車子真的是改觀蠻多 所以各位真的是建議 如果你對Audi的車子有一些 跟我一樣曾經有一些這個更生地固的意見的話 真的去跟這個車接觸一下 跟這車相處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車真的是有它獨到的地方 而且它的動態的表現會讓你非常的驚豔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內容 來跟大家講一講這台很有趣的Audi S8 當然我們因為安全因素的關係 我們就不帶大家上路了 我們就用透過言語的方式來跟各位講一下 這台車在路上的表現是怎麼樣 那還是再次感謝我們車友熱情提供這個車輛 如果你手上有什麼有趣的車子 也非常歡迎你提供出來讓我們拍拍影片 來跟大家講講透過影片來講這些汽車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非常有趣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內容 再次感謝我們提供車上車友 也希望未來可以拍攝更多更有趣的汽車 來跟大家講更多更有趣的汽車故事 我是Celsier 我們下午再聊咯